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利略各位兄姐大家平安 感謝主義書施恩帶領 讓我們可以一起聚集 來遵守安息聖日 從昨天晚上到今天 安息聖日的聚會 是我們北台中宗教教育的專題 昨天晚上小弟已經跟大家一起分享 熟練人意的道理 今天早上小弟靠著聖靈的帶領 繼續跟我們來分享 長大成人分辨好歹 我們請看西伯來書五章十四節 西伯來書五章十四節 新律聖經三百十六頁 十四節 唯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 如果沒有長大 還是嬰孩 還是小孩 那嬰孩小孩 反而是都會問說 這個是什麼 這個好不好 這個對不對 這個能做嗎 因為不知道 所以就容易受騙 因為沒辦法分辨好歹 特別是指著 在這個真道上 真理上 沒辦法分辨好歹 長大成人 原文的意思就是 成熟完全的意思 也是達到終點 達到目標的意思 所以長大成人就是成熟 就是完全的 長大成人才能分辨好歹 這個分辨 原文兩個字合在一起 就是經過加上斷定 經過加上斷定 意思就是 他可以看出不同的地方 看得出來不同的地方 看得出來什麼 好歹 就是對與錯 善與惡 經過 經過 經過他的分析 判斷 然後 就可以來 看出不同 分別不同 對與錯 善與惡 當然我們要選擇善而做 要選擇對的來做 那如果分辨不清楚 把錯的當成是對的 把惡的當成是善的 那就不好了 所以我們要能分辨好歹 那分辨好歹當然就是要長大成人 要長大成人就是要熟練人意的道理 這是一個連貫的 那怎麼才能分辨好歹呢 小弟就根據這個題目 按照我讀經的心得信仰的體會 提出兩大點 跟我們一起來探討 第一大點 要做屬 要做靈性成熟的人 要做靈性成熟的人 第二大點 凡事要查驗 先來談第一大點 要做靈性成熟的人 就是以無所書五章十四節這裡所說的 長大成人 長大成人剛剛我們有講 這是成熟 這個成熟不只是身體上的成熟 心智上的成熟 更加要加上 這個我們這個靈性上 道理上的成熟 雖然有些人看起來 哇這個外觀啊身體上非常成熟 非常成熟 但是看起來非常的幼稚 講話非常幼稚 做事非常幼稚 怎麼選擇 怎麼都選擇這樣的事情在做呢 怎麼都不會分辨呢 看來就大人了 大母大政 都做孩子的事情 我們大概都會這樣講 那個就是沒有成熟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靈性成熟的人 那怎麼做呢 我們繼續看西伯來書六章第一節 西伯來書六章第一節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接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以下簡略 所以就是接續前面嘛 那前面就是五章的十四節啊 叫我們要長大成人啊 叫我們要能分辨好歹啊 所以第六章第一節就接續前面說 所以啊 我們要長大成人要分辨好歹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做一個靈性成熟的人啊 那靈性成熟的人就是說 我們在靈性要不斷的進步嘛 要不斷的進步 第一個要先離開 離開才能前進 如果我一直站在這邊 我沒有離開啊 所以這邊說第一個要離開 然後呢 接力進到 離開才能前進嘛 所以第一個要離開 離開什麼呢 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這個基督道理的開端 就是我們昨天講的 西伯來書五章的十三節這邊所說的 神聖言小學的開端 十二節 神聖言小學的開端 就是基督道理的開端 就是道理初步的階段 最基本的道理 最基本的道理 我們已經都知道都懂了 所以我們要離開這個初階 然後往前不斷的進步 就好像我們問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你今年幾歲啊 我四歲啊五歲啊 你有沒有讀書 有啊我讀幼稚園中班啊 中班讀完呢 我中班讀完要讀大班啊 大班讀完呢 我讀小學一年級了 他還會回去讀 他大班還會回去讀大班 還會回去讀小班嗎 不會啊 他一定跟你講說 我要讀國小一年級 我要離開幼稚園 我要讀國小一年級 所以我們的道理也是一樣 好像我們在這個上學 求學的階段一樣 慢慢慢慢不斷的往前進 不斷的往前進 就是要先離開 基督道理的開端 好 離開之後才能前進 要怎麼前進呢 接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這邊說前進要怎麼前進 接力喔 接力就是盡全力盡全心啊 往前進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離開才能前進 離開基督道理開端要往哪裡去呢 不是往別的地方去呢 往完全的地步 這個完全這兩個字的原文跟前面 希伯來書五章十四節的長大成人 這個原文的意思是同一個字的 是成熟 完全就是成熟 就是達到終點 達到目標 就是好像主耶穌勉勵我們的 馬太福音五章是十八節那邊所說的 你們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樣 有人一聽誤解 我們人是不安全啊 人怎麼可以有辦法跟神一樣完全 那不是那個意思 他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往那個完全的目標 不斷地前進 如果我們有這種觀念 有這種心智 我們就會不斷地進步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往那個完全的目標 往那個終點 我不斷地一直前進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接力進到 到完全的地步 完全的地步在哪裡 就是神那裡 耶穌基督那裡 就好像保羅一樣 我是旺季背後 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那個標竿就是完全的地方 完全的地步 那個標竿就是什麼 後面保羅有說 就是要得到基督 得到基督 所以我們一生就是要往那個完全的目標 那個地步 來前進 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然後呢 這邊就說不必再立根基 根基就是前面那個 基督道理的開端 就是不要再老是回頭重新開始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幼稚園小班中班大班已經讀完了 不要再回去讀 要往國小一年級開始讀了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不必再立根基 不必再老是重複 從這個原來的開始再開始 不用了 地基已經挖好了對不對 地基已經挖好就開始蓋房子了 一樓 二樓 三樓 四樓 往上蓋 不是說今年在挖地基 明年也在挖地基 後年也在挖地基 所以他說不必一直在立根基 根基基礎打好了之後 往上蓋房子 所以昨天有講 不是說信主的時間久了 我們一定熟練人力的道理 一樣 同樣信主 有些人道理就很熟 有些人道理就不熟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 重複一直在挖根基 挖地基 但有些人地基挖完之後就開始蓋了 人家現在三層樓 現在一層樓還沒蓋好 意思就是這樣 不是說他沒有在追求 但是他總是在原步踏地 在那邊老是重複在開始 所以我們要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好 我們繼續看 有所書4章13節 怎麼做靈性成熟的人呢 有所書4章13節 有所書4章13節 只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生良 這裡也告訴我們 要長大成人 怎麼在哪裡長大成人呢 就是在真道上 在真道上 在認識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的上面 長大成人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成熟 怎麼成熟呢 就是後面那邊所說的 滿有基督長成的生良 就是說滿有這個基督成熟的高度 如果用白話講就是有多利的觀度 有道理的高度 所以我們會這樣講說 這個人很有高度喔 很有高度說 不是他身高180 190 你身高160 你沒有高度 他比較高度 不是 我們一般說 這個人很有高度喔 就是成熟 這邊是講到成熟的高度 樹齡的高度 就好像有耶穌基督那種完美 豐盛的生命 就是那種生命的一種內涵 那種品質 最後 昨天我們有講 內在 內化的東西一定會外顯 外顯 外顯在外在 不是那個身高 是讓看到那個高度 樹齡的成熟 樹齡的一個高度 滿有基督長成的生良 那我們怎麼有辦法 滿有基督長成的生良 我們繼續看十二節 十二節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對啊 當我們建立基督的身體 我們就滿有基督長成的生良 那基督的身體是甚麼 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 對啊 我們都是這個身體上面的肢體 所以這邊說要成全聖徒 這個成全就是裝備 要來裝備聖徒 各盡其職 這個各盡其職就是說 天上的神給我們每一個人不同的恩事 就是像四章十一節這邊所說的 神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有教師 所以每個人的恩賜不一樣 那神給我們這個恩賜 不是讓我們誇口 哇他比較有口才 哇他比較有甚麼 不是在那邊比 恩賜不是讓我們比較的 如果一比較就好像當時的哥林多教會一樣 高舉人 就沒有高舉賜給我們恩賜的神 我屬保羅 我屬亞波羅 我屬基法 我屬基督 教會就分成四派了 為什麼 因為神的恩賜是在基督裡面賜給我們的 那所以我們的恩賜就要在基督裡面運用 不能跑到外面去用 如果沒有在基督裡面運用 神所賜給我們恩賜 我們就會高舉人的智慧 高舉人的恩賜 恩賜是讓我們來造就教會的 造就教會 來服侍教會 所以我服侍你 你服侍我 就好像這個十二節所說的 十二節說 為什麼前面神是給我們這個不同的恩賜 就是為要成全聖徒 成全聖徒就是要裝備聖徒 我裝備你 你裝備我 我服侍你 你服侍我 目的是什麼 建立基督的身體 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 基督的身體就是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 所以當基督的身體被建立的時候 同時我們也被建立 同時我們也成長了 所以就是十四節十三節這邊所說的 我們就蠻有基督長成的神良 我們繼續看十六節 十六節全身都靠他聯絡的何事 百節各案各職 照著個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建立基督的身體的同時 我們也在愛中建立自己 那個是相舞相成的 前面說為的就是要成全聖徒 我成全你 你成全我 就我裝備你 你裝備我 為什麼會彼此服侍 就是愛 愛才會服侍 所以這邊說我們彼此相助 就叫這個身體漸漸增長 這個身體不會一下子好像吹風一樣 一下子就長很高很大 不會是慢慢的在成長 好 而且最後一句話說 在愛中建立自己 所以基督這個長成的身良 就是這樣被建立的 所以我們建立基督的身體 同時也在愛中建立自己 我們就可以長大成人了 我們就不會再做小孩了 我們看有所書四章的十四節 有所書四章十四節 使我們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軌跡和欺騙的法術 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 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長大成人就可以分辨好歹了 因為不再做小孩子了 小孩子幼稚嘛 無知容易受騙 所以這邊說 我們長大成人了 就不會再種人的軌跡和欺騙的法術 對啊 講得很動聽 很好聽 頭頭是道 對 但是其實是不對的 好像真理 好像也不是真的 講得好像很逼真 也不是真的 好 這邊說 和欺騙的法術 我們就不會被這個異教之風 老實講 現在很多這一些學說 一些理論 衝刺我們的社會 衝刺在教會當中 所以會讓我們的信仰會搖動 像這邊所說的 如果我們沒有長大成人 我們還當小孩子 還當嬰孩 我們就會被這一些人的軌跡 欺騙的法術 這些異教之風 這樣搖動 飄來飄去 到底對不對 今天書教會是得救的教會嗎 今天書教會是唯一得救的教會嗎 是嗎 我們就會一個疑問 如果我們道理很清楚 我們就很肯定 我們就很肯定 真理是絕對的 信仰是絕對的 好像說 我說有神 你說沒有神 那是絕對的 那是絕對的 絕對啦 好像有神又好像沒有神 我們選擇信仰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信耶穌 很絕對啊 我體驗到耶穌 我懂道理啊 如果不懂的呢 都是絕對的嘛 不懂就是 你打死我 我都不會信耶穌 你給他打死 我就不會信仰說 但不是 如果我有提我懂道理 一樣 你給他打死我也要信仰說 你打死我 我要信耶穌 這非常絕對的嘛 很肯定自己的信仰 一定是這樣子 信仰是絕對的 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不會被這個異教之風 這個影響 來影響我們的信仰 搖動飄來飄去 然後呢 就隨從各樣的一種異端 好 我們看各羅西書二章第八節 各羅西書二章第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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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謹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學禮和虛空的妄言 不照著基督乃照著人間的遺傳 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辱去了 如果我們沒有熟練人力的道理 如果我們沒有長大成人 我們沒辦法分辨好歹 老實講 我們很容易被這些學禮虛空的妄言 這些學禮虛空的妄言是什麼呢 後面有解釋 不照著基督乃是照著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 對啊 沒辦法通過理智乃這不合乎邏輯啊 沒辦法通過我的理智不合乎邏輯 我就不能接受啊 所以我能接受我的接受啊 不能接受的我就沒辦法接受 聖經都無誤嗎 聖經都沒有錯誤嗎 哇 那就質疑神了 好 所以這邊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長大成人 我們就會容易受影響 人的理學啦 虛空的妄言 就是用人的教導當作真理來教導人 這邊說不照著基督 就好像我們現在外面充斥的 人本主義啦 這個 自有神學啦 社會福音啦 不照著基督就是照著人嘛 人本主義要用人的角度 來看聖經啊 來解釋正經啊 用人的角度就會體貼人啊 體貼人的意思啊 不會體貼神的意思啊 所以我們 茶廳家很有道理耶 很體貼人耶 很受歡迎耶 人本主義 社會福音自有神學 當然他們都有他們的論點 但是他們其中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說告訴我們大家 講神愛我們就好了 講神是愛 不要講人有罪啦 講有罪非常沉重啦 講愛就好啦 不要講罪啦 這個很受歡迎 乍聽之下 講這些言論的人很受歡迎 很寬容 很有愛心 很憐 相對沒有講這些 哇 非常的嚴厲啦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所以道理 我們如果懂道理 我們就知道 他講的是模糊不清 他指點當中一點而已 當然神是愛啊 沒有錯嘛 神是愛啊 好 那我們繼續要了解 為什麼神是愛 愛是什麼 好 那為什麼神要愛我們 好 那神愛我們愛到什麼程度 愛到死嘛 那為什麼神要愛我們愛到死 因為我們的罪嘛 所以講愛 講到最後一定講到罪嘛 不是嗎 好 我們看喔 那個施洗約翰 耶穌基督出來傳福音 跟門徒出來傳福音 重點第一句話都講什麼 好 我們看 馬太福音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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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 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第二節 天國進了你們應當悔改 施洗約翰是耶穌基督的開路先鋒 為耶穌基督預備道路 好 施洗約翰出來傳福音 第一句話 最重要的話是什麼 天國進了你們要悔改 為什麼要悔改 沒有罪要悔改什麼 天國進了你們要悔改 耶穌愛世人 要來拯救罪人 要來拯救罪人 所以我們要悔改 接受洗禮 好 我們看耶穌出來傳福音 第一句話講什麼 看馬太福音四章十七節 馬太福音四章十七節 四章十七節 從那時候耶穌就起來傳道說 天國進了你們應當悔改 那我們現在傳福音我們講什麼 當時施洗約出來傳福音 耶穌出來傳福音說什麼 天國進了你們要悔改 那我們現在跟人家講什麼 耶穌愛你 耶穌愛你 什麼都沒有關係 耶穌愛你什麼都沒有關係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什麼都沒有關係 所以道理要講清楚 如果人家講不清楚 我們要聽得很清楚 他講不清楚 他講是當中的某一部分而已 他沒有講清楚 他模擬良可 故意好像魔鬼淫幼夏娃一樣 神真的這樣說嗎 神真的說吃的會死嗎 神沒有這樣說 你聽完蛋了 是不是 道理是很清楚的 所以 我們繼續看 使徒行傳二章三十七節 主耶穌吩咐 門徒要出去傳福音 他們講什麼呢 他們傳福音完之後 人家問他我們要怎麼做 使徒行傳二章三十七節 二章三十七節 眾人聽這話覺得非常扎心 就對彼得和居宇的使徒說 眾弟兄們 我們應當怎麼樣行才能得救呢 三十八節 彼得說 你們個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色 就必領受所示的聖靈 你看施洗約翰 耶穌基督跟耶穌基督的門徒 他們出來傳福音的重點都放在哪裡 你們要悔改 你們要悔改 為什麼 因為人有罪 對呀 耶穌基督愛我們嗎 所以道成肉身來 就是要拯救我們嗎 愛我們而死嗎 所以講愛要講清楚嗎 耶穌愛我們沒有錯 那怎麼愛我們 愛到什麼程度 我們看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十六節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誓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治滅亡 緩得永生十七節 因為神猜他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十八節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 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好 這裡也是談到神就是愛啊 神愛世人啊 好 後面就解釋嘛 那神為什麼要愛我們 神怎麼愛我們 神猜他的獨生子 道成肉身來到世上 目的是什麼 叫一切信他的不治滅亡 反得永生 所以神愛我們的目的是這樣 不要讓我們滅亡要得到永生 為什麼我們會滅亡呢 因為我們有罪嘛 所以十七節說 因為神猜他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那有些人不明白不清楚 一般的世人 哇 你們說耶穌是愛 神是愛 哪有 很殘忍呢 為什麼 我沒有信耶穌 耶穌就定我罪 我沒有信耶穌 耶穌就定我罪 有嗎 不是耶 耶穌來不是要定人罪耶 耶穌來是要拯救人耶 信他的就不被定罪耶 信他的就可以得永生耶 所以耶穌來不是定人罪耶 好 罪不是耶穌來才定的耶 不是我們沒有信耶穌才定罪 因為罪老早就定了 我們看十八節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 我們都是罪人啊 罪人的結局 罪人的代價就是死啊 所以罪老早就定了耶 不是說我們不信耶穌 耶穌才定我們罪 耶穌就是為了解決我們的罪來的嘛 不是來給我們定罪的 是來給我們除罪的 我們不信耶穌 罪老早就定了嘛 一聽 道理很清楚啊 道理很清楚啊 所以人家講的不對 講的不清不楚 我們就不會受影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長大成然了 道理我們熟練了 所以他講不清楚 但是我們是聽得很清楚的 我們就不會被那個異教之風 飄來飄去 來搖動 來懷疑自己的信仰 我們的教會是得救的教會嗎 真耶穌教會是唯一得救的教會嗎 完蛋啊 就好像曾經有個信徒問我 傳道 怎麼真的有天國啊 真的有天國嗎 我嚇一跳 我這老信徒了耶 你怎麼問這個問題呢 怎麼真的有天國 好 那是一般人在問的嘛 問說 你們說信耶穌要今天 我說對啊 你去過天國嗎 沒有耶 你住過嗎 沒有耶 沒有你還相信 為什麼我們相信 我們沒有去過 沒有看過為什麼相信 因為聖經跟我們講 神所侍舍聖靈給我們做憑據嘛 對不對 憑據就好像那個 好像我們土地所有權狀 我們的房屋所有權狀 是一個憑據 證據嘛 證據 所以我們有聖靈啊 聖靈跟我們一同證明 我們就是神的兒子啊 既然是神的兒子 就可以承受神的產業啊 所以我們很肯定啊 雖然我們沒有看過 沒有去住過嘛 所以道理清楚 就不會受影響 好 所以我們 談到這個異教之風 他說談愛 談到我們就要先要很清楚嘛 什麼叫做愛 神為什麼愛我們 那神愛我們到什麼程度 愛我們愛到死嘛 為什麼要死 因為我們人有罪 所以剛剛用聖經 如果聖經的時候 我們換聖經 以經解經 我們就很清楚 很明白 我們就不會受影響了 再來 我們要做屬靈的人啊 我們才有辦法分別屬事跟屬肉的 好 我們看 哥林多前書三章第一節 哥林多前書三章第一節 三章第一節 弟兄們 我從前對你們說話 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 值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的 在基督里為嬰孩的 第二節 我是用奶餵你們 沒有用飯餵你們 那時候你們不能吃 就是現在還是不能第三節 你們仍是屬肉體的 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紛爭 這豈不是屬夫肉體 照著世人的樣子行嗎 這裡保羅 其實他是期待 當時的哥林多家 會弟兄姐妹 可以做屬靈的人 在這個靈性上成熟 長大 不要一直在 還是嬰孩吃奶 所以保羅說 我從前沒有把你們當作屬靈的 把你們當作屬肉的 為什麼 因為你們在基督里為嬰孩 就是在信仰上 還是嬰孩 他說我是用奶餵你們 為什麼 嬰孩啊 沒辦法吃飯啊 沒辦法吃乾糧啊 還是那個最基本的道理啊 那時候你們不能吃乾糧 現在還是不能 為什麼 因為你們現在還是屬肉體的 這個屬靈跟屬肉沒有分別啦 屬肉體的狀況是什麼 屬肉的狀況就是季度紛 季度紛 真的喔 如果我們道理不懂 真的會季度紛 以為自己非常屬靈 有屬靈的恩賜 有屬靈的恩賜 不代表這個人 就是屬靈的人 他有恩賜 但是有屬靈的恩賜 就代表他是屬靈的人 不一定 你看哥林多教會 我們看哥林多教會 在哥林多前書一章第五節到第七節說 他們的恩賜沒有一樣不吉人 口才智慧充足 很有恩賜 但是他們有沒有屬靈 保羅說沒有 我沒有把你們當做屬靈的人 所以有屬靈的恩賜 不代表他是屬靈的人 要在道理上追求懂道理 這樣我們才可以做一個屬靈的人 就是讓聖靈來充滿我們 讓聖靈來管理我們 我們繼續看 哥林多前書二章第十節 哥林多前書二章第十節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寫明了 因為聖靈參透萬事 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我們要分辨好歹看得出來 這裡說聖靈看透萬事 所以我們就要讓聖靈充滿 做一個屬靈的人 我們就可以分辨好歹 因為聖靈參透萬事 我們繼續看二章的十四節 二章十四節 然而屬血氣的人 不理會神聖靈的事 反倒為愚拙 並且不知道 因為這些事 唯有屬靈的人 才能看透十五節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 卻沒有一個人能看透了他 所以我們要分辨好歹 就是要做一個屬靈的人 因為屬靈的人 可以看透萬事 這個萬事包括屬世的屬靈的一切事情 不管是屬世的屬靈的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能分辨善惡 能分辨對錯 我們就可以選擇對的 善的來做 就不會受影響 這是第一大點 第二大點 怎麼分辨好歹 要凡事查驗 我們看 鐵掃諾尼加前書五章二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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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二十一節 但要凡事查驗 善美的要持守 二十二節 各樣的惡事要境界不做 這裡說叫我們要凡事查驗 凡事查驗 查驗什麼呢 就是二十二節所說的美善的 這個善美的要持守 就是要握住 要握住不要放手 各樣的惡事要境界不做 我怎麼知道什麼是美善 我怎麼知道是惡 我要查驗 我能分別出來 我選擇好對的來做 對的聽進去 不對的不能聽進去 有毒的還吃下去嗎 有毒的當然不能吃 所以二十節就告訴我們這個原則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沒有錯 這是一個前提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因為先知 如果我們按照正常的解釋 他是神的代言人 先知 顧敏思義他先知道 為什麼他先知道 神先告訴他 他再來告訴百姓 先知 先知另外的名詞也叫做先見 先見 他先看到 顧敏思義 神讓他看一夢看意象 他先看到 先見 然後叫他看到來告訴百姓 先知 另外一個名字叫做神人 神人 神的代言人 所以基本原則 我們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二十一節一個轉圜 但 這是接續前面的 前面叫我們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但 凡是要查驗 不是夫人吞吵 如果這個先知 他不是神先告訴他的 他是自己告訴自己的 對不對 還是別人告訴他的 他來講自己的話 講別人告訴他的 外面看很多書 看很多學說理論 對不對 來講 雖然他的身分是先知 但是他的先知到 是神告訴他的嗎 他的先見是神讓他看到的嗎 那講出來就不對了 對不對 所以後面才說 但凡事要查驗 如果他講不對 如果先知講不對 也不能接受 講不對 講不對我們要分辨 我們要查驗 怪怪的 這個不對 這跟我以前聽的不一樣 這跟聖經寫的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 後面才講 善美的要持守 要禁戒一切惡 不要做 所以能分別出來 一聽 到底對 不對 不對當然 不能聽進去 聽進去就受影響 所以他這邊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但是凡事要查驗 查驗什麼 查驗真假先知 查驗真假先知 先知有真的 也有假的嗎 我們看 這過去的先知不是嗎 有很多假先知啊 假先知說 平安啊 平安啊 平安無事 其實哪有平安 沒有平安 因為他有銀河人 講人家喜歡聽的話 真先知過去講的都人家不喜歡 需要的話 我們需要聽的話 大概都是我們不喜歡聽的話 我們喜歡聽的話 大概都是我們不需要的 因為阿以奉承嘛 拍馬屁的 這樣的一種言論嘛 所以我們要能分辨 這邊告訴我們 分辨真假選擇啦 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看得出來 熟練能力的道理嘛 我長大成人了嘛 所以我可以查驗 我可以分別出來 甚思明辨 我們看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十四章二十九節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二十九節 二十九節 至於做先知講道的 只好兩個人或三個人 其餘的就當甚思明辨 這裡是保羅教導 當時他們聚會的一個秩序 要走秩序 不能大家爭者都要講道 講道要有秩序 你有感動他有感動 好啊 一個人先講他講完換他講 不能兩個人一起講 不能這樣子 大家要有秩序 好 聽的人呢 講的人要有秩序呢 聽的人呢 聽的人 其餘的人就當甚思明辨 跟剛剛講的一樣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但是凡是要查驗 甚思明辨 跟我們的十大信條 跟我們的五大教育有衝突 過去不是這樣講的 現在為什麼這樣講呢 所以我們就 聽得怪怪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就要僥心了 所以說慎思 小心謹慎的思考 然後就可以分辨出來 分辨好歹 好 我們看彼得後書二章第一節 彼得後書二章第一節 彼得後書二章第一節 從前在百姓當中 有假先知起來 將來在你們中間 也必有假師父 師子引進陷害人的异端 連買他的族 他們也不承認 自取素素的滅亡 第二節 將有許多人 隨從他們的血隱的行為 便叫真道 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謹 如果我們沒有慎思明辨 像這邊所說的 這個歷史 歷史過去就發生了 聖經告訴我們 從前有 現在也有 這些小先知從哪裡來 從我們弟兄當中 從我們當中起來的 外面 從外面進來 我們好防備 很容易看得出來 他從外面來 沒有 從我們裡面進來 而且他又是先知 他又是先知 所以這更難分辨 更難分辨 所以這邊 真的告訴我們 我們要 甚思明辨 凡是要查驗 要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我們就不會受影響 我們繼續看啟示錄二章十一節 啟示錄二章 二章第一節 抱歉 啟示錄第二章第一節 第一節 你要寫信給一無所教會的使者說 那右手拿著七星 在七個金針台當中行走的說 第二節 我知道你的行為 勞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容忍惡忍 你也曾誓焰那 自稱為使徒 卻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們的假來 這裡是天上的神 耶穌基督在稱讚 當時的以無所教會 說他們可以看出 他們的假來 不是使徒 但是自稱是使徒 為什麼看得出來 熟練人意的道理 長大成人 在靈性上成熟 就可以分辨好歹 看得出來 如果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一定會受影響的 好 我們繼續看 約翰一書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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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親愛的弟兄 一切的靈 你們不可都信 總要誓焰那些靈 是出於神不是 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 已經出來了 世上已經有很多假先知出來了 所以我們要分辨好歹 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假來 要不然很容易受影響 所以這邊說 一切的靈 我們不可都信 就好像剛剛講的那個原則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這是大前提的那個原則 但是凡是要查驗 這邊也告訴我們 要試驗 是不是出於神 是不是出於神 那如果不是出於神 是用人的角度在解釋 人本主義不是神本主義 聽起來很有道理 也可以很體貼人 很受歡迎 但是這個不對就是不對 不對就是不對 所以要可以看出他們的假來 好 怎麼看呢 第二節 第三節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就是出於神 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 第三節 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 就是那敵基督者的靈 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 現在已經在世上了 認不認耶穌是神 道成肉身來到世上 剛剛我們講到 外面有很多的那些神學主義 對啊 沒有辦法通過我理智 我邏輯的 我沒辦法接受 什麼聖靈懷孕 藉著同女懷孕 這個沒有邏輯 這個沒辦法通過我們的理智 所以這個參考就好 所以研究到最後好像把聖經 當成一種神學 學問在研究而已 這個很恐怖 所以很多在教神學的 外面研究神學 研究到最後沒有神 他沒有神 為什麼還在教神學 因為把它當成一門學問 在教導而已 所以這個非常的可惜 如果我們沒有熟練人類道理 我們就會受影響 講得非常有道理 對啊 這個沒辦法通過我們的理智 這不合乎科學 這不合乎自然 這哪能相信呢 那能通過我的理智邏輯 我才來相信 我們繼續看第六節 第五節 他們是屬世界的 所以論世界上的事 世人也聽從他們 第六節 我們是屬神的 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 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 從此我們就可以認出真理的靈 跟謬望的靈來 怎麼認 看他們講論什麼事情 屬世界的就談論世界的事情 他們也聽從他們 對啊 就會聽從他們 那我們一聽就 不會啊 我們怎麼會聽從他們 好 這邊說我們是屬神的 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 所以就有分別 從此我們就可以認出真理的靈 跟謬望的靈來 可以分辨好歹 到底是不是出於神 到底是對不對 可以分別出來 可以看出不同的地方 如果看不出來 對 都好像對 都一樣 不一樣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但是感覺上 好像 一樣 好 我們看羅馬書 12章第二節 羅馬書12章第二節 羅馬書12章第二節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查驗何為神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這裡也叫我們查驗 查驗什麼 查驗神的旨意 這是神的旨意嗎 這是神的吩咐嗎 這是神的道理嗎 雖然外面都是這樣講的 而且很多人也都接受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不要被這個世界的操留 那個學說思想影響 反而我們要來改變他們 我們不能被同化 這邊說什麼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查驗神的旨意 就是說我們要體貼神的旨意 我們不要體貼人的旨意 剛剛講那個愛心 確實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站在人的角度 我們就會體貼人意 如果愛心不符合真理 真的會變成魔鬼利用的工具 就好比有一次 絕書跟門徒講說 他經歷耶路撒冷 他會被抓 會受害 彼得一聽到說 主啊 萬萬不可 你就明知道 你就不要進去 你就不要進去耶路撒冷就好了 就抓住他 照理講一般 一般站在人情的角度 彼得當然他很愛耶穌 他不願耶穌受害 如果按照常理講 應該耶穌會稱讚他 感謝他 你看12個學生 只有彼得 你看你抓住我 叫我不要進去 其他人都沒有攔阻我 彼得你真的很愛我 耶穌有這樣講嗎 耶穌轉過頭說 撒旦 推我後面去吧 彼得是撒旦嗎 彼得不是撒旦 彼得現在是被撒旦利用的工具 為什麼 愛心不符合真理 就會成為魔鬼利用的工具 主耶穌說什麼 因為你體貼人的意識 沒有體貼神的意識 那為什麼主耶穌講這句話 對啦 站在人情立場的角度 站在師生的關係 對啊 老師耶 這麼關心我這麼愛我 我怎麼忍心看老師去受苦受害呢 所以你不要進去就好啦 對啊 站在人的角度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站在真理的角度耶 耶穌說 退我後面去吧 撒旦 退我後面去吧 我們讀聖經都嚇一跳了 彼得不是撒旦 是他的愛心 他的愛心變成魔鬼利用的工具 為什麼他的愛心會變成魔鬼利用的工具 因為他的愛心不符合真理 他的愛心是體貼人意 他的愛心不是體貼神意 就這樣而已 如果站在人的角度 彼得的愛心錯了嗎 對 站在人的角度他對啦 對啊 沒有錯啊 站在人的角度是對的 你怎麼 你既然知道怎麼還去受害 我也不能讓你去受害啊 沒有錯嘛 人的角度是這樣 但是神的角度不是這樣 神的意思不是這樣 所以耶穌才說 你體貼人的意思 你體貼人的意思 你沒有體貼神的意思 所以 這樣我們就可以分別出來 要不然說 哎呀 人情 愛心 對 愛心當然 愛心當然要做 所以保羅也說 我們的愛心要加上知識 要加上見識 如果愛心沒有加上知識 沒有加上見識 就好像彼得這邊所說的 被魔鬼利用 被魔鬼利用 利用我們的愛心啊 好 最後我做個結論 好 看 馬太福音十六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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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利塞人和撒杜該人 來試探耶穌 請他從天上省個銜機 讓他們看 第二節 耶穌回答說 晚上天發紅 你們就說天必要請 第三節 早晨天花紅 你們又花黑 你們就說今日必有風雨 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 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機 第四節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 求神機 除了約拿的神機以外 再也沒有神機 給他們看 耶穌就離開他們去了 這裡是 這個法利塞人跟撒杜該人 來試探耶穌 就是要耶穌省個大神機 讓他們看 耶穌說 哇 你們很會分辨這個天氣 你看 哇這個天氣 晚上花紅 你們就說 哇明天晴天 哇如果早晨花紅又花黑呢 哇你們就說 今天必定有風雨很準 很很會分辨天氣 但是耶穌說什麼呢 你們怎麼沒辦法分辨這時候的神機 他們要耶穌選個神機讓他們看 最大的神機就站在他們面前了 耶穌就是最大的神機了 他們還要看什麼神機 所以耶穌才說 這個世代 除了約拿的神機 再也沒有神機給他們看了 耶穌就是 那個約拿在都府裡面三天三天 就指著耶穌基督嘛 最大的神機已經站在你面前了 聖經我說吧 那保羅說 哇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猶太人是要神機 心理人是要智慧 所以他們 把十字架的道理當成魚卓 耶穌就是神機 耶穌就是智慧 結果他們把他們要的神機跟智慧都丟掉 很好笑耶 真的很好笑啦 我們如果讀哥林多全書一張那邊 這麼好笑啊 猶太人要神機 心理人要智慧 所以他們不相信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就是神機嘛 耶穌基督就是智慧的源頭嘛 有了耶穌基督他們要的神機 他們要的智慧都有了 不是嗎 很可惜 所以這邊耶穌說 你們可以分辨天氣 沒辦法分辨這個時候的神機嗎 所以耶穌說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 好 在這個一個淫亂邪惡的世代 善惡不分的世代 我們要能分辨好歹 我們一定要分辨好歹 不只是很會分辨 那個時事 政治啦 經濟啦 很會分辨 很會分辨 很會分析 但是在属灵上面 沒辦法分析 很可惜 就好像當時的法律賽人一樣 我們最後看第六節跟十二節 十六章第六節 門徒彼此議論說 第六節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律賽人和撒都該人的笑 跳過來看十二節 門徒這才知道 他說的不是叫他們防備炳的笑 乃是防備法律賽人和撒都該人的笑 所以耶穌走了之後就跟門徒講 你們要防備法律賽人和撒都該人的笑 那為什麼能防備 要看得出來 要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什麼 他們的教訓是錯的 他們的教導是錯的 如果我們沒有熟練能力的道理 如果我們沒有長大成人 我們就會被他們的這個笑影響 被他們的教導 被他們的教訓影響 因為我們沒有長大成人 因為我們沒辦法分辨好歹 但願我們都可以 在鼠林裡面長大成熟 可以分辨好歹唱詩 395首 真心 有人 我們一些想法 有趣的 叫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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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